今天来了一位国一主人居和我收漏啊 虽然说他是前国一呢 不过实力还是很强的 好吧 不过呢 话说回来啊 我之前呢 也是国一主人居啊 然后呢 这是我的国服配件啊 不要激光的可以换成九发扣容 那么好 接下来就来看一下 当两位前国一选手收漏时 到底会发生什么呢 那么好 这里咱们等一下前国一进来 2000 years later 那么好 这里呢 他也是进来了 喂 你好 可以说话吗 我这卖有点傻 行吧 那就不说话了 你把进步歇了 我就开了 好吧 ok ok 那么好 第一把呢 咱们也是开了 好吧 也是很顺利的 就拿下了胜利啊 出去后呢 咱们看一下他怎么说 几九哥 刚才没发挥好 再来一把 这把我认真一点 啊 还再来一把吗 行吧 那你好好调整一下 准备好 我就开了啊 那么好 这里呢 第二把也是又开了 好吧 第一把呢 确实可以看出来啊 他没发挥好 所以说再给他一次机会 也是无伤大甲的 好吧 那么好 接下来呢 咱们就来看一下 当两位 全国一种人居一起solo 而且双方都是认真打的 在这种情况下 到底会发生什么呢 说实话 满满的都是细节啊 那么好 接下来 为了视频的真实性 我们将全程录制 希望大家能耐心观看 我能不能说ством回车前期则的人宫离不可现在耶稍 Ground 我能委面问给你一下 这就自己说的事实的也不一定能否 Profesy 很确定的是 Ž れない吗 Indonesia 哪里玩是吧 长迹 不可能让你噢 快点 Aku能玩 打招呼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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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